房价一直起啊 越来越多人是买不起房子 那这已经是近几年来大家蛮热的课题之一了 那这次的财政预算案有没有为打工仔们拟定什么优惠或政策协助他们买房子呢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是为第一次买房的人公布了几项好康 我们来看一看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宣布 第一次买房的人如果购买50万令吉以下的房屋 政府将会负面高达30万令吉的买卖合约 与贷款合约的印花税 该福利将从2019年的1月1日开始至2020年12月长达两年 至于家庭年收入少于5万的夫妻 首次购买30万令吉的房屋 可货免印花税直到2020年12月 另外政府将会拨出10亿令吉 今天月收入少过2300令吉的国民 购买少于15万令吉的房屋 并可向五家银行申请3.5%年利率的低息贷款 开始1月1日2019 购买 ini tersedia di M-Bank CIMB Maybank RHB Bank dan BSN melalui kadar pembiayaan terkurang serendah 3.5% 好那对于卖房子之后的产业盈利税RPGT 有没有调涨呢 有的 财政部长林冠英说 政府将会调整脱售产业或者是产业公司股票而获利 所需要缴纳的产业盈利税八线率 那如果是公司 外籍人士或者是非永久居民 产业盈利税将会从5%调涨至10% 至于公民及永久居民 本来是不需要缴这个产业盈利税的 现在则必须要缴5% 而价格超过100万令吉的产业转售呢 需要缴的这个印花税也将会调涨1% 也就是从目前的3%调高至4%